没想到我们花三万元改造的小月 现在竟然能赚一元多万 这可比我们卖鸡串赚钱快多了 我们昨天卖了八十元鸡串 才赚了二百块钱 昨天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找到我们 说他一直在大城市里做生意 很向往我们小月的生活 他想以每年五万的价格 把我们小月租下来 联系做完二十年 但是我们小月的所有设施 都得给人家留下来 虽然我们以前在小月里 为粉丝们打造过一间客房 但是我们是免费的 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小月 竟然还能价值一百多万 如果这件事靠谱 我们还得搬出去 已经在这里边住了两年了 真有点舍不得 不然这里边所有东西 都是我自己亲手打造的 想想也是 我们刚回来的时候 这里还是一片老井 是我老公花一整年的时间 才把它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小月里 有小花园 菜园 凉亭 驴池 还可以在小月里 用大锅做各种各样的美食 说真的 这种生活我是真的不想离开 但是换个角度想 如果我们有了这笔钱后 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尤其是夏米 不用每天辛苦出去 百分百鸡爪起来 关键的是还有这群毛孩子 尤其是布丁 特别调皮 我真怕换个环境的话 他们会生活不适应 现在我们真的很纠结 到底该不该租出去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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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